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不可见光 比如说这个红外线或者紫外线 伽马色线 白色线这些什么不可见光 那我们能够用得到的一些东西 是通过把这个光中间 所有的光会有一个波长 每一个光都会有个波长 那我们现在能够用的是 把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某一个特定波长的光拿出来 然后为我们工作所用 这就是我们激光所产生的一个历史 就是通过把其中的一个光拿出来 通过一个放大 放大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放大的光 这个就是激光 那激光的概念是从1960年 195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激光的概念了 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那在1960年的时候 和梅曼发明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那既它发明完之后 我国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的激光器 是王志江先生研发出来的 那么之后呢 就很快的就应用到了医学 包括美容方面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概念了 就是将激光是由收集辐射而产生的放大的光 那这里面它有三个因素 一个就是收集辐射 第二个就是放大器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它一个放大的一个光 它整体就会出现一个激光 激光的应用的技术 被称为现代的 现代的新大科学成就之一 然后我们能够用到的就是激光美容 激光美容是采用了对人体有益的 通过能力较强 人体组织吸收率较高的光波波段 利用弱激光对生活组织的刺激作用 这里所说的弱激光 就是它的化学反应不会很强力 然后加速 但是它对身体有一定加速血和循环的作用 改善皮肤的供应状态 增加皮肤的弹性 增加皮肤组织的营养 促进皮肤的细臣代谢 去除衰老萎缩的上皮细胞 增强面部皮肤骨胶原的蛋白活力 促进细胞再生能力和皮脂线 汗线的分泌 这些呢 所谓这些所有的都是激光作用到皮肤 所产生的一些热作用 然后从而达到一定的效果 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视觉去看到的 面目肤色的晦暗 色素的沉着 这些问题 面目松弛 皱纹 眼带下垂 黑眼圈以及毛孔粗大压 粗糙啊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激光的一些特性 这里面的特性啊 就是针对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见得到的 它的单一色 定向性 相关性 亮度 还有它的一个光密度 这个切割的作用 比如说像我们 切割一些很硬的东西 像钻石 一般的这个金属那是切不掉了 但是可以通过激光很精准的把它切成8个面16个面或者是64个面 就是非常精准这样的切割的方式 然后高亮度呢 这个里对我们是有指导作用的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存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操作不当它会造成对眼睛的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它可以直接穿透视网膜 直接穿透视网膜造成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这个失明 不可逆的失明 所以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 做到很好的保护 保护眼睛 然后相关性这里会相对复杂一点 我们在这里面简单的说一下 相关性的这个时间相关 它表现的一个方向性 就是在不同的一个发射点发射出来同样的两个光波 然后那它的所有的这个发射出现的距离永远是相等的 空间相关性的就是说 同一个发射点发射出来相同的波长的这个激光 打在一定距离的平面上 这个点永远是一样永远是一个点 永远是一个点 然后这个相关性就指导了我们会有很多仪器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的二氧化碳激光 或者是点真激光 在治疗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发射出来的光永远会打在那一个点上 只要你的位置 光的位置不变 它永远是打在那一个位置上 这也是它的一个准确性 然后高定向性 比如我们平时的测量距离 一般人可以看得到 两个墙之间 现在不用尺子了 人在这一个地方可以测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就是激光的定向性 然后单一性 我们也肯定看得到 看得到就是激光的一个表演 在很多的玩会上可以看得到 每个颜色会不一样 不同波长的光出现的颜色会不一样 会非常漂亮 这是激光的一个特性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重点了解一下激光美容的一些特性 激光在激光美容方面可以有很多的反应 它是通过激光与组织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实现其功能的 它将根据对组织的不同的能量 转化上不同的能量可以分为光热效应 光暴力效应 光化解效应 光动力效应 这里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了解 光热效应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把激光转化为热能 然后从而促进一些组织的变化 比如说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收紧 就是胶原蛋白预热可以收紧的一个现象 这个在我们上风当中也可以看得到 拿一块竹皮放到热水里边一扔 瞬间收缩 这就是它的一个胶原蛋白的一个热效应 那光爆料效应 就是我们可以用到的去搬 去脱毛 去搬脱毛可以用到的激光可以去破坏黑色素 激光通过破坏黑色素 然后破坏了黑色素细胞 这个时候细胞减少 我们的皮肤就会产生一定量的 美白 嫩肤 体量 去搬的效果 这是光暴力效应 第三个是光化解效应 光化解效应 比如说它对我们的饼酸杆菌 搓疮饼酸杆菌 就是长痘痘 搓疮饼酸杆菌 是我们痘痘诱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细菌 这个饼酸杆菌 可以通过对饼酸杆菌的化学件进行破坏 从而杀死饼酸杆菌 然后呢 痘痘逐渐就会减少 那再比如说对于这个真菌 也会有一定的杀伤作用 某些激光对真菌也有杀伤作用 同样也是光化解效应 然后光动力效应就是激光 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一个再生 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 通过刺激这样的一个增生 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含量 然后从而对皮肤可以增强一定的紧致提升 收紧去斑去痘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激光美容的一个特性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皮肤有一定的皮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作用原理 去达到一些治疗的作用 然后激光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选择性光热作用 选择性光热作用 这种选择性光热作用原理 就是说某一个组织 某一个组织对一定的波长 某一特定的波长 有强大的吸收能力 会有强大的吸收能力 然后我们举例说明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光谱 这个红色的是我们的红血丝 血用蛋白 血氧和蛋白 蓝色的是我们的这个水分 皮肤当中的水分 上一节我们所分享到的水分 会大量的存在于真皮当中 百分之气色的水分会存在于真皮当中 那么血氧和蛋白也存在于血管当中 这还有一条线是黑色素 黑色素 它会大量的存在于哪里呢 我们的自己层或者是毛囊当中 那我们打表上看 看恩迪亚个1064这一个波长的激光 一定波长的激光 这个1064波长的激光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对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吸收能力 可以达到10 10左右 看到了吗 10左右 甚至是20 这个位置 10左右 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看 黑色素细胞会存在于真皮和表皮的深层 那这一层也会有大量的血管 也会有大量的水分 但是血管和水分 对于1064这个波长的吸收能力非常低 对不对 它这个只达到多少 一点几 一点几 或者是五吧 四五左右这个位置 然后对于水分的一个吸收率呢 是零点几 零点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它对于水分的一个吸收率 不及什么 不及黑色素的千百分之一 是不是 一两 对 百分之一 对不对 它也就是它的一百倍左右 黑色素的吸收率对于1064 是水分吸收率的百分之一百倍左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黑色素对于1064的吸收率会很高 有特定的选择性作用 有特定的选择性作用 黑色素对于1064这个波长有特定的选择性作用 这就是选择性光热作用 每一个不同的波长 1064还是755 755对黑色素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也是很高的 那 它们都是对于黑色素有选择性的光热作用 这就是选择性光热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某一特定激择性的波长来治疗黑色素 治疗这个一类疾病 比如说就治疗黑色素 不会造成其他组织的一个破损 不会造成其他组织的破损 就是其他组织不识别的 不认的 那简单的例子就是不认的 我不满以仗 所以它就不吸收 那么不吸收它就不会破坏 那像毛囊 举例说明就像毛囊里面的黑色素 只有毛囊里面的黑色素会吸收808 但是外面的呢 组织不吸收808的光 它就不会对旁边的组织的损害 这就是它选择性光热作用的特点 这也是激光作用原理最大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选择性光热作用 这是选择性光热作用 然后未来我们还会不分地听到这个词 选择性光热作用 然后根据激光的激光器的种类的不同 我们把激光器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气体激光器 第二类是固体激光器 第三类是半导体激光器 第四类是液体激光器 分为几类 这里我们一会儿看 具体的激光器都有哪些 在我们这边用的上 这是激光器的一个分类 然后激光 接下来的一个原理就是强脉冲光 激光是一大类 强脉冲光又会是一类 强脉冲光区别于激光 它是一个宽光谱 它是一个宽光谱 激光是一个单一博长 我们看一下 它是1064就是1064 是755就是755 它是单一博长 就是我们说拿出来这个 这个光谱里面的其中一个光 其中一个光做出来的放大之后 就是它的激光 那强脉冲光呢 是拿出来一段 拿出来一段光 然后研发出来 它对于我对于脱毛有作用 还是对于嫩不有作用 然后研发出来一个宽光谱 那它的宽光谱呢 同样它也遵循选择性波测作用 同样也遵循选择性波测作用 这种一种很强的 很高的光源 经过聚焦和固略的宽光谱 这个波长 所选择的波长是420到1200纳米 420到1200纳米 是这样一个波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420到1200中间 会囊括了很多的光波 我们如果说把激光 比作成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个体的人 那么强脉冲光 可以说就是一个集体 是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可以有很多的作用 他可以去治疗黑色素 他可以去脱毛 他也可以去嫩肤 所以说他这个宽光谱 作用也会相对多一些 这就是强脉冲光的有势 作用会非常广 然后强脉冲光呢 它是通过一定的光能 然后让胶原蛋白 形成一个重型排列 这个重型排列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光能 可以让皮肤底层的组织 形成一个 感觉我受到伤害了 这样一个反应 这样一个反应产生了之后 就会有人体的一个错觉 就觉得人体受伤害了之后 它就会大量的形成胶原蛋白 然后胶原蛋白 在重新排列之后 就有这个除皱 嫩肤啊 抗摔啊 脱毛啊 一系列的效果了 这就是光能转化为热能 它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皮下层的胶原蛋白 致命度会增高 然后表皮呢 就会有一定的平整 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们表面看着就光嫩了 然后墙脉中光的一个作用 墙脉中光的作用 墙脉中光呢 会有几个手柄 它会有几个作用 未来我们后来具体就讲 然后它会有去红的作用 可以退黑 又可以脱毛 又可以嫩肤 所以说它是一个团队 它可以有很多个作用 有很多个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墙脉中光 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没有恢复期 这是墙脉中光的一个优势 急做急走 没有任何的恢复期 然后呢 然后墙脉中光 我们看 我们它针对不同的波长 它可以针对 红血丝去治疗 治疗一个红血丝 同时呢 也可以针对黑色素 去针对 因为它是一段波长 它可以针对黑色素 进行这个美白脱毛 然后针对皮肤深层 针皮层 可以进行 雕原的再生 所以它对皱纹跟松弛 会有效果 这也是墙脉中光的一个 这个作用 然后第三大 第三大类 第三大类就是射品类 射品类呢 也是我们光电美容当中 很大的一类 在未来也会看到很多仪器 里面它会添加一个射品 就是因为射品 它里面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即时效果 可以很好的去让皮肤收紧 那射品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种胶变电流的电磁波 它是一种胶变电流的电磁波 这种胶变电流的电磁波的频率非常广 带着300kHz到30gHz 它的跨度很宽 已经跨了一个单位了 跨了一个单位 kHz到gHz单位 进位是1000 所以它的一个范围会更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射品的作用范围会更广 作用范围会更广 如果说这个 激光是一个人 那个 这个墙面充光是个团队 射品呢 就是一个集团了 它这个大集团 它的作用范围会更广 那作用范围会更广的 一个方式呢 就是通过它的热效应 通过射品的热效应 它是通过热效应 足迹的传递到皮肤的真皮层 乃至这个皮下组织 进行一个皮肤的代谢周期 然后可以增加皮肤的代谢周期 可以产生酵液蛋白 是这样的 然后通过它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生成酵液蛋白 就会去填补 皮肤中间的这些缝隙 从而呢 面部的就会形成一个表屏 这看得明白了 我们的胶原蛋白一旦流失之后 它这个位置 皮肤就会有凹陷 有凹陷了就会有皱纹 松弛 然后经过热刺激 摄皮的热刺激 胶原层加热 胶原蛋白收缩 并且刺激它再生 慢慢就会再形成新的胶原蛋白 你看这个地方就会很静靡 然后呢 表面就会形成 它突起长起来了 慢慢就会形成填补上面的缝隙的一个作用 这是摄皮的一个大作用 它可以渗到最深 它要比真皮层 比那个激光渗透的长色更深一些 就是通过它的热刺激 但是摄皮还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它通过表面的热刺激向下渗透 所以说表面又不能太高 那渗透的深度就是有一定的限制 基本上就是在真皮层左右 它这个深度是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摄皮的一个操作方式 和分类 摄皮的分类 一个是单极摄皮 单极摄皮的作用点是 一个正极 还会有一个负极的负极板回在身上 会有负极板 它的渗透是直接向上的 从表皮向上直接去放射 热度足极的减作 热度足极的减作 这个是摄皮 那摄皮 单极摄皮的一个优势就是穿透深度 会比较深 但是能量不聚集 越深作用会越浅 热量会越浅 这是单极摄皮的一个优势跟弊端 现在市面上很多的 有一个引起是标准的单极摄皮 就是热马机 热马机是标准的单极摄皮 它就是通过有一个电极板 然后通过去操作 进行一个对皮肤进行的作用 那么热马机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把这个摄皮的能量通过放大 通过放大器也放大 然后基础也放大了 所以它不用表面产生太高的能量 底下也有很高的能量 通过这种放大作用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优势 同时呢 它也做了一个处理 就是表面 仪器的表面会进行一个冷处理 会进行一个冷处理 所以它表面分子不会太高 它也能够 底层也能够很热 这是经过它的一个技术升级 所以为什么热马机也是射频 效果又好 就是因为它这个技术 而这种呢 就是双级射频 它的正极跟负极 作用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它的穿透深度 这个的穿透深度 等于两个正复极中间的 距离的一半 这个双级射频 就可以有一个定层的 定层的一个作用 那么它就针对某一个层 就可以很好地有所有的作用 那下面第三种就是多级射频 多级射频是由多个双级射频组成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多级射频它的作用深度 其实也是双级射频中间的 距离的一半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多个双级射频会有一个累计叠加的一个作用 所以最后它的深度和能量热度会相对比 双级射频会相对深一些 能量会更聚集一些 这是几种射频单级多级的双级射频 几种射频这是基础的 然后射频的一个分类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比较 进行几个 因为它们都属于光热的一个作用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 激光类的它的波长是单一的 点对点的 它释放出来一个光就是这一个光 第二个呢 它的拔组织是特定的 刚才我们说它是黑色素就是黑色素 是红热就是红热素 作用拔组织的作用力比较强 所以我们的客户如果说 就是针对要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就是要退黑色素 就是要脱毛的 最好的肯定是激光类的设备 那如果它有一些还想要各种的作用 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 那么我们的墙脉冲光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它可以有很好的宽光谱 这个光谱中间设计到了红血丝 毛发包括皮肤 覆盖面会更广 同时呢 它的拔组织我们可以通过调解它的 这个波段去调解拔织 然后射频呢 它的范围会更大 范围会更大 主要的八种就是胶原蛋白 但是它的针对性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对那黑色素也有一定的作用 然后胶原蛋白也有一定的作用 水分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都不是很很专业 这就是我们经验一个对比 然后呢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超成聚焦的一个原理 这个超成聚焦的一个原理 现在也很火的 很火的一个成 一个一个原理 可以给它通过一种高强度聚焦的超成波系统 然后呢 给它传递出来 直接达到指定的位置 但是不伤害其他的皮肤和组织 不伤害其他的皮肤和组织 这个里面我们常见的就是海浮 海浮包括现在说的地奥多的七地 七地也属于超成聚焦的原理 再包括市面上所走的 有热力素也属于超成聚焦的一个原理 那它们都是可以直接达到 所要的这个层次 比如说是真皮层 它可以直接达到 脂肪也可以直接达到 表皮层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它不伤害其他层次 在我们表面是看不到不损的 这也是 人们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表面没有任何的损伤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恢复期 即做即走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超生的一个作用原理 是不要 有的时候比较难理解 看通过超生的一个 刺激 它是直接达到肌膜层 这一层深层的 4.0左右 它可以直接达到肌膜层 那肌肉组织是达到肌膜层 复制在上面 那它收紧了之后 就可以带动肌肉整体 做一个收紧 所以它的抗衰 是更深层次的抗衰 那这个超生聚焦讲完之后 那我们整体的 我们能够设计到 未来侯主族 能设计到的一些原理 就全部讲完了 然后这里给大家 进行了一个整体的 一个分裂跟分析 我们先可以人 所有的仪器 抗衰类 色素类 减肥类 还是脱毛类 进行了一个分类 那它们具有 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也给大家进行了 一个大体的分析 那这个 抗衰类的 我们有二氧化碳 它是一个气体的激光 气体的激光 海浮类 是一个超生聚焦的 一个原理 黄金微震 是有什么摄氫 加微震的一个原理 进行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分类 大家可以下来 仔细地自己看一下 减肥类都有什么 射品类的 包纸机也是射品 然后磁力瘦 也是高能聚焦电磁波 然后热力素 呼马都有什么样的原理 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分类 就不一一去念了 现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是我们能涉及到的 所有的仪器的分类 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的了解 通过这样一个分享 就想达到让大家能够 有一个形象 一个系统现状的认识 我们一共有几类的设备 从头我们捋一下 有几类设备 一类就是激光类的 激光类选择净光热作用 第二类 墙外虫类也是选择净光热作用 第三类就是射品类 射品类 射品类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热作用 对胶原蛋白再性 促进胶原蛋白收紧的一个作用 热效应 射进的一个热效应 然后第四类是超生聚焦类 超生聚焦类 可以通过超生聚的一个聚焦原理 直达特定的位置 这是我们未来工作当中需要 掌握的一些技术原理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去 对皮肤的组织产生效果的 这就是我们光电美容的一个基础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